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Tony 我现在在双西虎报坛 今天早上走完虎报坛指导 中午在虎报坛休息 那下午要继续走虎报坛指导 就是由虎报坛走往寿山公 这条步道长约一公里而已 算是轻松的午后行程 好,那现在出发了 过虎报坛南沙坝 往右边走就是虎报坛步道 左边是早上走的虎报坛古道 那现在往右边 虎报坛步道 虎报坛步道往寿山公 1080公尺 沿着北市西的西岸 走往寿山公 前面要进入西岸小径了 这条步道是十年前才整建的 十年后步道整建的更完善了 这是一条蛮适合亲子践行的步道 全程都非常的平缓 步道非常的优雅 旁边就是溪流 这条步道非常适合亲子践行 所以我推荐给家长们 可以带小朋友来虎报坛 那走这条虎报坛步道 那走这条虎报坛步道 虎报坛步道太棒了 一路溪流美景 以前的小木桥 现在都变成水泥桥 以前的泥土路 现在都铺 铺铺到了 所以更适合亲子践行的 前面这边要高绕 可能是前面有崩榻吧 要从上面绕过去 以前还没有这段采叶道路 所以刚刚应该是那一段的西岸路崩塌了 从前面右边这边 再接回西岸路 现在是下坡 走往西岸 接回西岸路了 上面高绕下来 继续往下走 回到优雅的西岸路了 冺已来 霍底傅 有尿且说 到复到 Trung ruba Cam 前面赶快到 the finale 前面有公廁 這邊有壽山橋紀念碑 十年前來的時候 這個紀念碑是 躺在橋面上 現在已經重新 要樹立起來了 這邊有導覽解說 這是當年村民 大家一起努力 和立蓋的這座橋 壽山橋 跨越 北四溪的上游 過的橋就是雙泰產業道路 壽山宮的牌樓 步道出口 這邊有虎報潭步道導覽圖 對面的小徑進去 就是鋁魚山福德池 是大秉地區最早的一間 土地公廟 我們過去看一下 壽山宮 然後我們待會再過去 這邊有鋁魚山福德池的簡介 沿著西岸走往鋁魚山福德池 鋁魚山福德池 下面這邊還有一個 古代的 鋁水的這個 石水墳 在土地公廟附近 鋁魚山福德池到了 我後面就是鋁魚山福德池 據說是大平地區最古老的土地公廟 就在這裡 鋁魚山福德池 現在走往壽山宮 壽山宮牌樓 我們要從旁邊的十階路上行 太平社區 新北市政府憑借優良社區 轎子 以前沒有公路 所以如果有娶新娘或是生病 需要看醫生的話 就搭這頂轎子走山路到雙溪市區 這頂轎子是當地為皇姓相親捐贈的 前面是壽山宮下福德池 是一座古老的石器古地公廟 我們就從福德池旁這條石接路 然後爬向壽山宮 壽山宮 這是古老的石器廟牆 後面就是壽山宮馬祖廟 相傳是雙溪第二古老的馬祖廟 鑒於清代咸崩十年 離開壽山宮 壽山橋 不過才步道路口 回城走壽泰產業道路 路程時間差不多 大概看看不同的風光 下午天氣滿涼爽的 所以就決定走中泰產業道路 回到湖泊潭停車場 公路沿途得中櫻花束 這邊有傳統的石頭廟 太平派出所 太平派出所 前面是太平國小 上去看一下 時間路上去就是太平國小 台北線霜西鄉 太平國門小區 已經廢校 太平地區 人口最多的是有1000多人 當時設有太平國小 不過隨著人口外移 學種減少 所以太平國小也走入了歷史 遭到廢校 這邊有淡蘭百年三進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義工隊 我走湖泊潭步道回程 之水走雙泰城的道路 也是想來太平國小看一看 希望隨著這一波政府 推動淡蘭古道登山健行 能夠讓越來越多的遊客 山友走訪太平地區 來到太平國小 這個地方未來應該也會轉型成為淡蘭古道 文史的一個工作站 離開太平國小 繼續走往虎豹潭 從太平國小下來 接回太平產業道路 回到虎豹潭 虎豹潭 走往虎豹潭停車場 虎豹潭步道來回兩個小時 今天虎豹潭步道的行程 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